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崔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入剖析打开视野 一一六收看的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今天来宾包括了有 借文基大使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郭正亮委员 还有Russ 大家好 来看这个新闻标题 蛮值得令人玩味的 北京能否成功地武统台湾 关键是俄国 怎么会有这样的 新闻角度出现呢 我们知道日本官员 日前是接连海出 台海很重要 日本要保卫台湾 结果我们看到最近 这俄国的总理 米书斯金 他登上了日俄 本来就有领土争议的 北方四岛当中的一个 伊图鲁浦岛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日本是非常在意的 因为他们对于北方四岛 一就是宣称有主权 你直接过来的话 不就叫做青门踏户吗 所以日本跳脚 召见了俄国的大使抗议 媒体这个角度去解读就是 如果日本要出兵到台海的话 只要俄国在北方搞点事情 那对于日本来讲 家门口的事就更重要 而到时候 美日安保的话 美国也势必在北方 跟日本要在同一阵线 面对俄罗斯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角度 请他过远 俄国只要在北边搞事 就能够把日本牵制住吗 我觉得这种问题 蛮奇怪的 因为日本如果真的要介入 他只要扩大他的海军 飞弹跟空军的部署就好了 如果他真的要介入 我觉得他真的考虑不会是俄罗斯 还是跟中国的关系 还有他要跟中国发生冲突 会有多大的代价 从日本的角度 对 那这次俄国的总理选择 这个时间点登岛 你认为为什么 我觉得他只是要扩大 他跟中国合作的 各式各样的可能空间 比如说我们知道他在临下 共同演习 待会会讨论 那他就表示说 其实我东海也可以帮得上忙 事实上前一阵子 他还甚至把军舰 开到夏威夷的外海 因为上个礼拜天 我们也提到这件事情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 背后支持的情况之下 第一岛链的飞弹网 已经部件的差不多完成了 那当然还包括了 美国会不会在日本的某一个地方 设立中程导弹的基地 如果有的话 那就不光是从俄国的角度 是帮北京的忙 而是日本有中程导弹飞弹 应该说美军在日本 有中程导弹基地的话 对俄国本身 他就是个威胁了 这一点的话就请教一下 大使你怎么看 地缘政治上面 俄国如果说是面对日本 这样子飞弹网的剑步 以及如果有美军的 中程导弹的基地的话 地缘政治上面影响 帮我分析一下 我想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中程导弹是差不多是 500到5000公里左右的射程嘛 那如果在日本 美国在日本舰部署中程导弹的话 那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基本上都在射程范围啊 那这会改变整个区域的军事原有的平衡 那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 因为中程导弹的部署 前一阵子前几年这个萨德 它只是一个拦截系统 反导的一个拦截系统 那么就包括大陆还有俄罗斯 所有的这个临近国家 就非常非常的反对了 那如果说要真正要部署 中程导弹那有攻击性的啊 那安倍前一阵子他们一年多前吧 那时候参议院改选 他就是想要修日本的宪法 那就是往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到 这样子一个口号 因为我们一个人讲说 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不正常了 当时美军就说他知道军队正常化了 就变成是国军不是自卫队 他就要把他变成这个 对把自卫队名字改 因为他不敢做的再大的动作 那俄罗斯事实上跟日本也是结果 也过打过好奇之战争 从日俄战争开始 到这个在中国的 当时中国的东北这个 北满所谓北满南满这种竞争 到二次大战 在张古丰诺门汉这两场大战 最后这个日本俄罗斯 这个苏联参战 把整个的东北这个 从这个关东军手里 把它接收过来 那所以俄国对于日本来讲 我想本来戒备心就非常强 那日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种 有这种在武装 要变成正常国家军队要跨出他自卫 对自卫的范围 要执行海外的任务 我想不只是日本邻邦国家 俄罗斯也是感触非常的深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俄罗斯他的南圈岛群岛是 他们前几年因为他跟日本谈了很久 那这个前几年俄罗斯修宪 有特别规定一点 任何政党任何政治人物 不能改变俄罗斯的领土 所以基本上日本想要把这个 南千岛群岛从俄罗斯手里面 把它抢回来的 抢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这近两年像这个应该是6月吧 那么美军跟这个日本 在这个日本海举行了一个最盛大的一次 最近年来最大一次军演 是海陆联合军演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项目 就是夺岛的一个项目 演练项目 就是要登陆 然后把一个海岛夺下来 你看俄国会用什么角度 去看这样的一个军演 俄罗斯当时就采取了反制措施 就举行了在这个俄罗斯克海 那个附近就举行了相对的一次军事演习 所以我想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这是一个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 那所以这是领土之争 我想这中间是大概没有什么模糊界限 所以从这个俄国的总理登岛的事情来看 可以多方面去解读了 中俄现在紧密的合作 然后你要说他对于日本的军事的力量 自己的加强 他也是有戒心 所以一个登岛 可以多方面解释 是从北京的角度去看 或从俄国的角度去看 不过我们从美国人 你们想问一下怎么看 因为美国相对应该会 更注意的一件事情是8月9号 在宁夏青铜峡基地 中俄之间联合举办了 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中俄联合军演 新华社的报道怎么讲呢 他说这是俄军第一次 编队参加中方的战略演习 也是第一次使用中方的主战装备 就中方的装备 俄军来使用 韩国媒体有这样的形容 说就连三岁的小朋友都知道 是演给美国看的 美国人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联合军演 然后这样的一个标题 你又去怎么看待他刚才讲到 如果这个要阻止日本干涉武统 俄国会是一个关键 Ross 我觉得俄国总理宣任这个时候 去释放北四方岛 可能是因为日本选举快到来 那他就是要给日本的下一任的 不管是菅义卫冀任或有换人 或内阁会换人 还是要给他们一个警讯 不管谁在日本执政或内阁是谁 或国防部长是谁等等 这个议题对俄国日本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解决 而且俄罗斯不会让步 所以还是要提醒日本 就是俄罗斯的动机我觉得 那美国当然美国会欢迎日本在这些岛屿 有加强装备了 毕竟这些岛屿是没有主权正义了 大家都承认这是日本的岛屿 那日本要加强装备 美国会很欢迎 那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演习 当然美国会很关注 中国有它的大型的军事演习 美国已经习惯了 不管是在南海东海或在国内在做 俄国最近它的军事动作是越来越频繁 不管是在乌格兰或在其他的地区 现在是在中国的国内跟中国一起做这个军事演习 所以这个会令美国很担心 但是从另外一个假律来看 我最近发现美国有派的学者 最近常常投稿说 他们是呼吁拜登政府 一定要跟俄罗斯加强合作 那就是为了美国跟俄罗斯合作围堵中国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可能性真的很低 不过这次的军事演习 你看到苏凯30跟歼20是并肩做演练的 这画面是之前不曾就是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 中俄之间就是不搞结盟 不会像美日搞一个安保出来 但是在边防的战略合作上面 似乎已经是除了合作之外 有转手为攻的态势吗 美国人怎么看他们的合作 我觉得中间是美国也没办法组织 这种俄罗斯跟中国合作 美国可以批评和日本批评南韩 虽然你刚刚有提到南韩的报告 但是南韩也不会直接批评中国的这个动作 那东南亚国家也很少会公开批评中国的军事演习 那最后那就上下美国会批评 美国会担心 那台湾可能不会对中国跟俄罗斯军事合作说什么 那就是就上下美国 我想日本因为这个北部的问题也不会直接批评 你说这个军演的事情批不批评 或者是有没有发表谈话这个事情 有一点会请教大家过于 因为8月16号即将登场的是美韩的联合军演 最近军演非常多了 中俄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较内陆的部分 那美韩的联合军演其实也是年度固定的 8月16号要登场 金与正他之前就警告了 如果你正式要军演的话呢 那执意演习会伤害两韩的关系 结果确定这个军演要举行 结果刚刚恢复了两韩的热性又立刻断掉 我有两个问题尖端请教你 第一个过往都是金正恩出来喊话 现在是金与正 连续出来两三次都是妹妹带打 什么原因 第二说到指证这个演习 王毅是非常罕见的出来 对于美韩的联合军演说了 北韩已经停止了核试射导弹 美韩军演缺乏建设性 算是比较罕见的一个表态 因为这个军演是每年都有的 今天表态 你怎么看这两个事 金与正本来就扮黑脸 这个倒不意外 他跟金正恩本来就是这样分担 金正恩的脸更黑 金正恩也没有那么白过 不是不是 因为如果真的有首脑会谈 那金正恩还是要出面 所以还是要跟拜登留下一点空间 所以有一些比较凶悍的话 还是由妹妹讲 这过去就是如此 开始训练妹妹 你开始说可以担任这角色 妹妹已经讲过了 这两三年 他事实上已经类似发言很多次了 那我觉得王毅表态 是他看透了美国拜登 拜登在今年根本没有心要处理 朝鲜半岛的问题